我今天终于会用这一个部分 它这个其实比较适合那种剪宠物影片 例如说还有这种旁白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那个顺序 你是没有顺序的 你旁白讲到哪 你把画面拉下来这样子 那它这个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像这个片段 我们找一个比较长的 好,这个两分好了 这个两分的片段 你假如说你要从后面这边开始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选 把它选起来 像这样它从这里开始 然后你把它往下拉 怪怪的 它就会从这个部分开始跑 所以它可以把一些多元的片段 然后带画面整个一直带进来 一个一个带进来 它的好处是这样 那因为我这个影片是在讲 是用描述的 先写好稿 然后讲旁白 然后再把你抓好的素材 一个一个 看根据你的 讲到哪 拉到哪这样子 所以这种做法 就不太像我们登山那种先排好顺序 因为我们登山的顺序如果几百个 然后乱七八糟在这里 那你要再这样拉其实很奇怪 所以你要看你今天做的影片是什么 然后来决定说 你要不要使用这个工具 像我现在觉得说 你如果是旁白拉画面下来 给大家讲到哪 拉到哪画面的那种 那种影片的制作方式 我觉得 这一个工具是蛮好用的 因为它可以去针对 你可能要带哪一个画面 例如说 像我刚刚讲的 你只是要带里面 42秒里面的某几秒 你就把它选好拉下来 这样就很直观的可以看到 你就不用在那边 这两者一直切一直切 很麻烦 这就是这个工具的好用的地方 这个界面好用的地方 然后还有再来 这个可以去改变 最大是 拉到这下面最大是这样 那你也可以拉下来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好用 所以应该再均衡一点 一半一半 大概是这样子 来做这个东西会比较适合一点 你就不用再回到桌面 然后这样拉进去 所以这个用途大概是这样子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